24節氣是中國人傳統的天文智慧 而背後有很多現代的科學根據 每年6月21日、22日左右 就是叫夏至 陽光最晚年, 也是日照時間最長的一天 而那天, 外國人很喜歡一起燒烤 燒烤食, 曬太陽 但如果又燒烤, 又曬太陽 那就很熱氣了 有什麼湯水可以推介嗎? 有, 其實夏至到大暑之間 我們又說叫三復天 是一年裡最熱的三天 所以我們這次介紹的湯水 相對來說是燒烤熱比較多 桌面上有青木瓜、番薯、黃豆 藍不幸、毛花果和山薑 青木瓜本身可以令我們有健脾胃的作用 番薯有開胃的作用 令我們宿便可以通暢一點 另外加入黃豆和杏仁 其實是加強了健脾、益胃的作用 同時可以令我們的肺氣有酸降的作用 但正所謂不時不食 這些材料是否真的很適合夏天 還是其實四季都可以最好用來煮 我們通常說, 好像你剛才說的 不時不食 通常如果在街市看到 有些比較新鮮的食材 其實那段時間都比較適合 例如一些瓜果類的, 也很適合煮湯 明白, 其實我看這個湯 好像很簡單, 很容易煮到 是否味道會比較甜甜的, 清淡一點 對, 清淡一點 其實煮法很簡單 首先將青木瓜和番薯去皮 然後切小塊 將所有食材浸泡大約15分鐘 然後煮就可以了 不加肉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段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比較難消化 這個掃湯可以令腸胃有清補的作用 對, 喝完這些湯 不用經常喝汽水 謝謝你, Jennie 不用 謝謝你